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博文焦点 12月9日中纪委召开的第八次全体会议 有报道指出 这次会议有很多不寻常的地方 第一是会议提前召开 第二是会议公报特别短 第三是中纪委的工作报告提交和审议的程序改变 此次会议审议了王岐山的工作报告后 并没有按照惯例直接交给四九大 而是先提交给七中全会审议通过后 再交到四九大代表手中 12月4日中共十八届第七次会议的公报 对中纪委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强调要深化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工作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中纪委第八次会议和中共十八届七次会议公报 我们连线的嘉宾是自由至上主义学者夏宇良教授 夏教授您如何评价中纪委的八次会议 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舆论论为不寻常的地方 跟过去相比呢减少了一些过去官场上的那些官样文章 一些连篇累读的吹捧最高领导人 提及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名字也特别的多 那么这次呢我觉得他这个文字非常的简练 反倒显示出这个中纪委就是抓实事 真抓真干 而且王岐山这个人一干就一向给人一种 这个实干家的这种印象 他执掌中纪委之后呢也基本上不搞花架子 就是基本上是刀刀见血 那么这样的话呢 如果在这个公报里边也体现出他的个人风格 虽然讲过去几年也是他执掌的 但那个时候可能还有一些顾忌 那时候可能还要做一点官样文章 那现在有很多的传言说王岐山将会退休 不再担任这个最高领导职务的这个集体里边 担任一个位置的话 那么他可能会按照自己的真实的想法来做一些事情 当然这是一种传言了 就是说到底王是留任还是不留任 因为另一方面 这个我们听到一些外媒报道说留任的可能性非常大 如果说是留任的时候他也这样做的话 那是不是显示出他更加自信 他就觉得不需要做那些表面的客套的东西 而是真抓实干 体现出就是对领袖的忠诚 或者讲对最高领导人的这种服从 不仅仅是体验在表面的这种顺从上 而是说在事情上 在做事情这个风格上 更加接近两个人的共同目标 我觉得可能是也开启一种新的风气 当然也许有的人会过度解读了 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表明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关系 现在出现了恶化 所以他才不提 但是我们知道党内的这种潜规则 就是当你发现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 甚至不友好的状况的时候 更需要出格的肉麻的去吹捧对方 对吧 就是通常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就是如果觉得上方不信任你了 那你肯定要想办法 更加这个要表现出效忠 所以我想这个现象来解释 他们俩的关系不好肯定是不行的 我就是刚才从两个方面解读 就是他留任的可能和不留任的可能 来反映这个王岐山他真实的想法 他自己的真实的个人风格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 向教授 目前关于四九大常委的名单 现在网络上也是满天飞 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出现 比如说有说习近平 李克强 汪洋 韩正 赵乐际 陈明尔 栗战书等等 您如何评价这些版本 您的版本是什么 一直以来大家评论习近平 说他主要是在抓权 集权 有人说他把大权揽在手上之后 他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甚至还有人说 他有可能是未来的蒋经国 那么我们看他 如果真的是大权在握 可以为所欲为了 那么他内心想要干什么 我想首先 大家知道这个前些年表现出来的非常明显的习礼不合 就是他跟李克强总理呢 在很多方面都 就至少是一种 有的时候过去讲维持一个表面的合计 但是后来发现连表面的合计都很难维持 非常不给李克强面子 就是说这个外国观察家都观察出了一些非常明显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可能再持续下去 如果要讲习近平他大权在握了足够的自信的话 他不用给谁面子 不用是摆什么有意的说是要搞一点平衡 要安抚大家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让王岐山作为他的主要的盟友 然后把李克强的就是剔除出这个常委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这是完全如果是讲他大权在握的话 是完全从内心上来讲是符合他的需求的 也是可以这么做的 当然有人说这样的话就会不会造成团派的反弹啊 团派现在有什么很强有力的手段来跟他对抗吗 有的人前段时间在谣传这个胡锦涛还在背后做努力 还想掌控全盘 像当年江泽民那样子搞那个垂帘执政 说前一段时间这个郭文贵的反扑主要是 这个背后实际上是胡锦涛 这个我完全不相信 如果说这个郭文贵曾经跟令计划有一点关联 我们还可以勉强接受 但是要说跟胡锦涛 胡锦涛现在据说这个他得的病也非常严重 也是帕金森症 所以他连活动连思维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王岐这个还要那么花精心机的在背后搞一些阴谋 要想全盘掌控 他原来那个裸身全退就是对权力不再恋倦 所以说他现在我相信他没有这个 或者讲是有心 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其实两点都打不倒 所以我想他现在团派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而且有一些所谓过去的团派 现在也都是变成了被争取的对象 或者被重用的这个对象 比如说汪洋 大家有人说汪洋是团派的 但是现在习近平重用汪洋 信任汪洋 那还能说他是团派吗 像韩正 大家都知道韩正是团派的 但是韩正他又是江派的 太子党或者是上海帮的 所以他究竟怎么来变形呢 像刘延东 他既是太子党 又是共青团的 所以他身兼两种角色 所以我觉得那种简单的划分 其实是不科学 那么现在来看 常委名单里边按住我的说法的话 就是习是不用说了 那么第二位就是王 然后下面是汪 汪洋就是当总理 那么第四位做政协主席 其实就是一个花瓶 谁来做这个花瓶呢 如果为了权力上的平衡 为了做给某些人看 尤其是现在还掌握 一些势力的人 比如说江曾集团 虽然江已经新疆旧幕 但是曾庆红应该说 他还是比较活跃的 所以这一派他必须有自己的代表 那谁呢 我觉得韩正可以作为他们的代表 来担任这样一个花瓶式的职务 也就是政协主席 那么第五位是谁呢 当然是栗战书 因为是习近平一直最信任的这种搭档 也是说他认识三十多年前就认识的 那么栗战书呢 外界认为就是这个人没有特别的能力 而且呢这么多年来也没看出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只是他得到了习近平的特别的信任和重用 有人说他是大内总管 所以呢他排在第五位的话 他可以执掌一些重要的 比如说党务 大家知道这个位置经常排在就负责中央党校 甚至还有可能担任国家副主席 过去就是有这样的这种先例 然后呢 再后面一位呢 就是执掌这个比如说经济工作 或者是宣传工作的 那么是谁呢 现在陈敏儿是应该说是王岐山 或者是习近平都能接受的一个人 尤其是习近平要重用 那当然是陈敏儿 他的重要性是不可不可低估的 然后还有一位是谁呢 胡存华 这才是真正的团派嫡气 就有人说是未来的接班人 但是习近平就是要给大家这个印象 就说以后不再有什么团派的接班人了 什么隔代指定接班人 这个早就作废了 至少在习近平这个执掌期间 是不用考虑接班人 或者真的要考虑接班人的话 也不会从团派里面去考虑 而是从习过去所熟悉和了解的部下中去考虑 所以胡存华如果能够勉强进入到常委里边 他也是一个陪寸 是为了做一个妥协或者象征 但是如果他不愿意做这样的妥协和象征 甚至想断了人们的念想 就是说人们还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废掉的储君 那哪一天说不定还翻盘 还可以当国家最高领导人呢 所以习近平连这点恐怕都害怕 不愿意让人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可能用赵乐际来替代胡存华 所以我的名单呢 如果讲有一点这个 就是犹豫 或者讲就是有点不同的话 那就是最后一名 最后一名到底是胡存华还是赵乐际 我觉得赵乐际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赵乐际呢 应该是听话的 而且他可以执掌将来的这个中纪委 所以说这点是可以 就是我觉得如果名单说 这个七人的名单是这样的牌 那五人的名单我也讲过 其实就把后面两个人去掉 就是五个人 但是有人说 你这个名单里面都没有李克强啊 你这个把李克强往哪摆呢 我觉得习近平其实内心就是不想要他 但是如果要是讲 在各种压力下 他不得不做妥协的话 他也可以把李克强放到常委里去 但是放到常委里做什么呢 似乎没有特别合适的位置给他做 有人说那就是做委员长吧 就是一种橡皮图章 看起来权位挺高 但实际上没什么多大的作用 那么这个是也有可能 但是如果这样弄的话 那王岐山就没有位置了 那也就是说 如果王岐山下去 那李克强留任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如果要讲王岐山不下去 他们俩同时在的话 那就位置上就有问题了 因为我以前多次分析 我说这个王岐山最合适的位置 应该是人大委员长 兼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安排的话 那李克强就应当是做政协主席 因为总理呢 不能再让他当一届了 因为李克强的这个政绩 或者经济上的这些政策 让习近平很不高兴 他很早就用自己的信任人物 比如说那个刘鹤 作为权威人士 经常发表一些跟国务院政策 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一些声音 这样是一种噪音 那哪有说这个国务院总理 最后还得听取这个刘鹤 这样一个级别并不算 很高的人的这种政策导向 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 这恰恰反映了背后的老板 习近平对李克强的不满意 所以我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没有必要再让李克强 再当一届总理 让自己呢很勉强很难受 所以呢他很可能会用这个汪洋来当 用王岐山来当总理 现实不现实呢我老早就多次分析 我说如果是18大王岐山当总理 那是正当其实 19大再让王岐山当总理 已经不合适了 时过境迁了 而且王岐山也未必愿意当这个总理 当然有人说 他说有这个驾驭经济的能力 掌控全局的能力 他如果当总理 可能会把经济工作搞得更好 来显示他自己更加突出的这样一个能力 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呢 就更加有功高盖主 这样一个嫌疑 因为他过去当中纪委书记的时候 已经得到了这么高的权威 然后呢如果再当几年国务院总理 就显得他好像是别人都无法取代的话 这样更有可能成为习近平的威胁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19大之后 是不太可能当总理的 那么刚才要分析了 就是说如果李克强一定会留任的话 那么也只能是当这个政协主席 这样一个很尴尬的角色 如果到那个程度的话 我相信李克强自己本人也不愿意再勉强 何必再赖在这个常委里面 当这么样一个难受的角色呢 所以现在其实就取决了一个关键 也是各国媒体分析人士非常关注的 到底是王七三下还是李克强下 这个有没有可能两个人都下呢 两个人都下的可能性不大 两个人都上的可能性呢大不大 两个人都上的可能性有一点 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这是我的分析 夏教授您的分析我觉得跟他们确实版本不一样 因为您很大胆的就说王七三取代了李克强 李克强可能不会在常委里出现 那么我们就把目光放在王七三身上 也有一种说法 因为在那个七次全会的公报里面呢 就提到了深化纪律检查的改革体制 设立监察委员会 那么会不会王七三就是不在常委里面 但是他转任到监察委员会 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是不是一种变化 有人有这个传言 就是说王七三如果不进常委 只当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行不行 但是大家想一想 这次他设定这样一个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有点想仿造就是香港的廉政公署 香港廉政公署的他的地位是很独特的 他过去在英治时期是直接向女王负责 他都不一定要向总督直接负责 所以说可以看出这个权位是非常高的 过去很早就有人提出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置廉政公署 当然在大陆不一定喜欢采用这样一个名称 所以我们现在假设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实际上就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廉政公署的翻版 同时他容纳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以及国家的监察部 还有呢国家反腐败局 把这样的一些反腐功能的机构全部纳入其中 这样的话呢从党内反腐可以名正言顺的过渡到用国家机器 这个用国家的制度来反腐 所以这样的是一种表面文章 但是这种表面文章的做法可能会给外界带来好评 所以说我觉得他可能会做这样的尝试 而且我们知道如果是想设立这样一个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话 那么如果不让王岐山进入到常委里边 那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本来是机构设置的是非常重要的机构 那就显得在党内的分量不足了 就不足以能够对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发号施令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那么而且别人如果不是王岐山来当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比如说赵乐际或者其他人来当 大家也感到分量不够 所以我觉得设立这样一个机构恰恰是在王岐山的声望已经非常高 如日中天的情况下 再给他一个更名正言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和一个平台 所以呢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机构更加可能 就是必须进入到常委之中 如果不进常委呢 那就是很奇怪了 那就是说有人是不是比照说当年的八老 政治上的八老 他不需要有什么很高的这个明显的这个职务 但是呢他在党内的权威是够用的 但是这个我觉得不能相提并论 像邓小平他就是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但是他是军委主席 他一直掌握了真正的权力中枢 所以呢没有人可以跟邓小平来相提并论 王岐山虽然现在在党内的这个威望应该算是比较高的 权势也很大 但是呢他如果真的是失去了权柄 你要想让他能够再用这个没有权柄的这个平台 来去做那个很大的事情 包括对中共的高级领导人进行这种监督 甚至惩罚 那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所以我的分析就是说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 就跟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样的重要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任是习近平亲自担任 那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不太可能由习近平亲自担任 所以呢应该是由他最信任的这个同僚 或者是最信任的同盟者来担任 那么这个位置我想就是王岐山 而且是为他夺身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所以现在来看呢 这个十九大之后 虽然郭文贵和有一些郭粉们 希望王岐山一落千丈 甚至最好是被送到秦城 但是可能跟他们的这个预期 或者希望恰恰相反 王岐山的地位可能比以前更高 更加稳固 而且从这个十八届七中全会的公报来分析 并没有看出有裂痕 也并没有看出这个对王岐山的工作 有什么轻描淡写 或者是忽略 反而更加突出了中纪委这样的一个重要作用 所以我想呢 可能要让郭文贵及郭粉们感到失望 就是说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在也过不了多少天就可以揭晓了 我想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揭晓 夏德说您刚才谈到了 十八届第七中第七次会议的公报 您从这个公报里您体会到什么 那么能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觉得首先这个三个文件 就是一个是党章的报告 党章呢是每次开代表大会 都要有这个修改党章的报告 这个没有问题 还有中纪委的报告 另外就是这个政治报告 也每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过去呢 一般在历届党代会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政治报告 修改党章的报告是一个腐蜀 但是很少呢 就是说一定要把中纪委的报告 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最近这些年份 尤其是现在把中纪委的报告 放在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 可能是由于强调这个反腐 由于这个反腐形势的严峻 所以呢 就特别突出了这样一个 或者是让大家目光自然的 会看上这个中纪委的报告 因为那个官样文章的那种修改党章的东西 一般人来讲觉得意义不大 那还有呢 就是政治报告里边 也基本上都是官样文章 不会有太新的东西 习近平最近的一些东西 大家看的差不多 除了数个人的权威 把他的所有的东西都说成 他的习近平的思想 他的这个理论 什么四个伟大 就想跟毛泽东相提并论吧 就是说那现在中国抬轿子的人 又像文革期间一样活跃了 所以习近平我觉得愚蠢就在这个地方 他竟然容许底下人 对他进行个人崇拜的这种塑造 当然他有人说 他需要这样的一个塑造个人权威 个人崇拜 然后以便全面掌控权力 当年毛泽东也是这么说的 当年毛泽东1970年 在天安门城楼上 跟Edgar Snow讲话的时候 他提到了就说 个人崇拜是需要的 那么需要的话 就是说在一段时间里边 对革命有利 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呢 当时Edgar Snow可能也是觉得 毛当时呢 主要是为了掌握全面的权力 掌控局面 来更好地进行 他的理想中的革命 所以这点呢 我想到今天 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下面说有几个思思乐点 想请您点评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川普总统 提出了开始启动废出 奥巴马医疗方案 并且呢 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您如何评价 这个奥巴马医改呢 就是过去也经常被人诟病 然后呢 川普在竞选的过程中 就经常提出 如果他当选 他要大幅度的修改 用新的方案来替代 其实共和党呢 也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呢 不是川普一个人的努力 那么前一段时间呢 说他上任之后呢 就有人想快一点 说能不能把这个 奥巴马医改方案废除了 尽快的把新方案拿出来替换 但事实上呢 很仓促 没有成功 就是在国会也受到了抵制 抵制的原因在于呢 他不够成熟 很多人反对 那么现在呢 据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版本了 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完整的 所以这个川普呢 可能对这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希望早一点能够通过 早一点这个实施 让美国人能够享受他的好处 这一点呢 我们因为现在还不知道 他在实施过程中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好 这么早就下这个结论 但是既然 共和党花了这么大的功夫 川普也这个极力的推动他 他是不是有一些 可以说比过去好的方面呢 我想这个可能是可能性比较大的 那让我们来试一个阶段 以后再给他一个准确的评价 然后刚才讲到了这个美国退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这一点也分明了 川普在竞选过程中 以及后来的很多的言论思想倾向 他觉得美国在国际上 承担了太多的角色 这个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而且经常是吃力不讨好 而且他比较强调的就是美国优先 他的整个的执政思路是希望 让美国人更多的关注美国的事务 让美国的这种福利 或者是利益站在人们思考的中心 所以这点呢 我想他也是想卸这个包袱 卸这个责任 国际上他有很多不满意的国际机构 他都要陆续退出 甚至他曾经扬言 他说对联合国 他都觉得有什么 觉得联合国这个机构 也是一个没有什么用的机构 他经常会做出这样的一些批评 或者是贬低 那将来有一天 说不定他也会宣布退出联合国 但是开玩笑了 他想退 可能其他人也不会容许他退 因为联合国毕竟还是一个 重要的国际事务的平台 所以呢 他现在退出教科文组织 他退出很多的经济组织 和国际这个事务的组织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但是这个问题是退出了之后 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来替代 不能说给人一种感觉 美国就是说 以前所承担的责任角色 全部放弃 然后没有新的来替代 这样的话给人感觉 就是美国是不是不再愿意 做这样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这个我们打引号 因为中国人经常 中国领导人喜欢把自己说成是负责任的大国 实际上美国才是 美国过去几十年里边 一直是这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但是现在如果他要是想卸包袱的话 其他国家会不会批评美国 说你是不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了 你要推卸责任了 你不想当世界警察 你不想管那么多的事 不想出那么多的钱 可能到时候大家会找美国的麻烦 其实一方面很多国家指责美国 说美国经常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 是霸权主义 帝国主义 侵略 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等等 但是想一想 如果美国真的从国际事务中全面退出 那这个世界将会是怎么样的 世界秩序将会怎么样 世界的经济 各个方面将会怎么样 有人说当然天塌不下来 说如果要是美国不做 还有其他国家顶着 让俄罗斯来做 让中国来做 大家觉得可能吗 从经济资源 从过去的这种历史的经验 以及这个从价值观上来讲 俄罗斯和中国真的能够那么顺利的替代 美国原来的角色吗 而且他们之间不会有矛盾和冲突吗 也就是俄罗斯跟中国之间 就算是同盟 难道没有一些直接的矛盾和冲突吗 所以这个都是很难 我觉得是很难预料的 也就是说美国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够放弃自己的责任和负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将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会经常讨论 经常设计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黄之锋 这个学生理秀 在那个旺角2014年清场期间 他违反禁止令 所以构成了藐视法庭罪 您如何评价这一事实 我们知道这个香港所谓雨伞运动 学生和市民参与了这样一个现实的政治活动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占中行动来强烈的表达对一些做法的不满 因为他们感觉到这个香港的这个当局呢 越来越多的成为中国大陆领导人的这个附庸 完全是按照大陆的旨意来做事情 已经不能够体现香港传统的价值 不能坚守香港的自由传统 也不能够保障自由的这种法治环境得以存续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学生来发起这样的一个自发的行动来进行抗议 我觉得是完全理解的 从道义上来讲也是一个震荡的行动 那么现在的这个法庭宣判说 他好像有点藐视这个法庭的这种权威性 造成了一种触犯法律的这种行为 包括呢 他们认为是扰乱了社会秩序 但是这种做法呢 是学生 历史上的学生运动 我们看很多次 每一次当局都认为是学生不对 但是学生运动 其实恰恰帮助了一个国家 在政治制度上发生转型 或者是在政策上进行大的调整 甚至在有些情况下 直接促成了革命 所以呢 学生运动的这个长远意义 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那么那么轻率的把学生的这些运动 这种热情 把它用一种跟犯罪来相提并论 这样的一种宣判的话 我觉得非常轻率 他不懂得法律正义的这样一种真正的内涵 所以我觉得这种判决呢 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北京当局的这个影响 或者是适应 所以不能够反映出香港传统的法律的这样一种合法性 正义性 以及符合法律本身的程序 下一句说 郭文贵啊 在华盛顿期间说 与班农进行了见面 并且赛出了照片 同时又说 班农在纽约到他的家中 参加他的家业 您如何评价 郭文贵在此时 赛出照片 或者透露与班农之间会谈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最近一段时间 郭文贵已经感到危机四伏 他的多项罪行被追索 很多的人就在纽约对他进行起诉 另外他也是很多装这个债权案件的这种当事人 所以呢 很多人都要追逃债 包括这个阿联酋 阿布扎比 他前后等于骗了人家60亿 现在呢 可能这个事情 还是要通过一种法律的方式来得以解决 那么现在呢 他提出了政治庇护 也就是希望能够避免受到法律的惩罚 或者是至少能躲一躲 能够合法的拘留在美国 但是呢 他这个申请政治庇护的理由很牵强 因为呢 他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所谓的这个为民主啊 不能让他跟我们相提并论 所以呢 我觉得他这种政治庇护是很难得以成功的 但是呢 他可能一旦提出这样的东西 被美国接受来进行调查的话 这个周期跨度可能会很大 有的人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都是有可能 这样的话呢 反倒给他提供了一种可能 就是继续留在美国 但是他内心非常虚弱 他非常希望能够向外界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我很安全 我没事 而且我得到美国的这个强有力的保护 他过去就在视频中多次释放过这样的信号 但是后来发现都是忽悠大家的 因为他原来讲的时候他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他说美国身份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需要美国身份的问题 结果吹牛吹到现在 一看大家包括郭粉也不得不承认吧 因为现在他不得不追求要寻求这样一个政治庇护 所以现在呢 他把这个班农跟他见面 当做是一个像救命稻草一样 因为班农呢 过去是川普总统的高级幕僚首席顾问 他这个意思就想释放一个信号 你看班农给我站台 那就意味着川普总统支持我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不存在什么被遣返回国 或者是拒绝我这个政治庇护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他是向外界释放这样的一个信号 但是他不知道 难道他不知道吗 班农呢 已经不再是现任的 不担任任何公职了 他现在是代表的是个人 他这个不能够公然的绑架 这个川普总统的决策 而且川普总统前不久已经签署了命令 也就是说跟中国的有关方面 这个谈判之后呢 是希望把非法拘留在美国的一些人 遣返回中国 包括红通犯 包括其他的一些罪犯 所以呢 川普原则上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 那有谁能够再把它翻盘呢 有人说班农的影响非同小可 他可能会让川普总统来翻盘 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已经是公开的东西 你再想把它翻盘 何况班农是为什么下台的 在前一段时间的舆论中 他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光彩的形象 所以呢 他想在 在这个 应该说风口浪尖中 再去冒大不韦 去做一些 非常具有风险的 高风险的事情 我觉得是拿自己的这个前途 在开玩笑 所以我想班农呢 不过就是硬个紧 据说郭文贵花了钱 而且说班农上次在香港出现 也是说这个用钱来这个摆平的 说花了一百万 让他站台 让他出席一些场合活动 那么这次郭文贵花了多少钱 我们不知道 那么班农呢 前不久见了王岐山 给大家很多想象的空间 有的人想 是不是他跟王岐山见了面 就是讨论 怎么来处理郭文贵的事 那么这次呢 再见郭文贵 有的人说 网上我看有些传言说 对王岐山不满了 所以要报复王岐山了 所以要有意的来支持郭文贵了 这种我觉得是想象力 是朝一个方向去倾斜的 偏向的 我觉得是没有道理 还有人注意到 他还跟这个阿联酋的领导人见面 这个阿联酋领导人见面的话 会不会是也涉及到郭文贵的事呢 毕竟郭文贵有那么巨大的债务 所以这些东西不了解 也许呢 他作为一个媒体的负责人 因为他是媒体的创办人负责人 他见一下郭文贵 就从媒体的新闻效应上来讲 也是有价值 对吧 所以说呢 他到底是什么目的 他能做多少 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而且现在又有一个最新的动态和信息 说这个班农呢 最近好像出言不逊 针对的对象是谁呢 恰好是他过去服务的老板 川普总统 所以有人说最近的班农要这个口出狂言 或者是扬言要把国会的人都搞一遍 把那些国会资深的参议员 众议员 他认为不听他话的都要想办法要治一下 他好像只有一个人说他不会去治 那就是当时一起参加这个总统竞选的一个人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克鲁兹 克鲁兹呢 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后起之秀吧 虽然没有当选上总统 但是呢 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班农对他是独有青睐吧 那就是说到底为什么原因 说对他不会采取一些比较针对性很强的报复 那我们就不清楚 所以现在来看呢 这个后面的戏还很多 不能这么轻率的下一个结论 而且我不认为班农就会完全的来不顾美国的法治 不顾这个国际上的一个通则 或者是对人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和了解 就去来捧郭文贵 或者替郭文贵进行无罪辩护 或者帮助他获得美国的政治庇护 我不认为他会糊涂到这样一个程度 因为我们知道前一段时期 班农所掌控的这家媒体 还发表过一些有关郭文贵的报道 而那个报道的那个口径和的语调是不太友好 就是对郭文贵不太友好 难道现在就会这个一个大转弯一个逆转 然后现在就开始他的媒体就开始吹捧郭文贵 然后替郭文贵进行这个辩护 把他塑造成一个正面的形象吗 我觉得如果哪些人 一些政治人物啊 包括民运中的有些政治人物 或者民运人士 不管他有多资深能量有多大 如果他要真的是想为郭文贵站台 甚至为郭文贵做无罪辩护 帮助郭文贵洗刷包装 把他打扮成正面形象的人权斗士 反腐英雄政治意义人士 我觉得这些人 他将会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 他自己的名声也会受到很大的连累 所以我当然如果这种人不听劝告 执迷不悟的话 那么我想他的下场自然大家都能看得到 关注朋友们 夏宇良教授为我们分析了中级委第八次会议 和中共十八届第七次会议公报的内容 也对十九大常委名单进行了分析 特别解答了大家关心的王岐山的去留问题 同时对十四热点也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十九大召开在即 一个新的习近平时代将会让中国走向何方 我们将拭目以待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夏宇良教授